玉廊西52街以及企业路两周内总共出现了12起新的骨痛热症病例 升级至最大的骨痛热症病例集中区 目前这个黑区共有36起病例 有居民担心一栋遭废弃多年的建筑可能成为衣纹繁殖的温床 来看记者蓝力亭的报道 截至到10月17号 玉廊西52街组屋区出现了26起骨痛热症病例 而当中有14名病患就居住在这一区的第518座组屋 让不少的居民担心不已 这名女士上个月就被衣纹叮咬 买了很多那些什么叉的药水 像这些草坪有的草长得太高了 我希望稍微给它剪掉一点 好像会比较好 还有那个什么大巴下面有很多积水 而在企业路一带也出现了10起骨痛热症病例 有居民怀疑附近一栋遭废弃的前景局可能是一文自生地 好像停车场旁边的水沟都生满了野草 里面肯定是积水的 我们没有办法进去看而已 所以希望有关部门来清理这些东西 玉廊西1区原本在两个星期前是第三大骨痛热症黑区 但是病例近期突然激增12起 目前成为最大的病例集中区 但是和一个月前相比 骨痛热症的每周新病例减少了142起 这一周达到255起新病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